你认为这莱昌星案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情出现 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不能够完全排除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远华特大走私案 整个的这个案非常的复杂 设计的人员也非常非常多 他整个的这个方案的时间呢跨度也很大 那么作为这个案子的首范 莱昌星他回国之后 当然要受到这个中国司法的处理审判 在整个的处理过程当中 到底他本人还能交代多少案情 到底还能供出多少 现在还没有抓获的 或者是正在潜伏的 甚至于潜逃的一些当年参与远华特大 走私案的这个嫌疑人 那么这个呢都有待于 莱昌星回国之后呢 在法庭上他的交代情况而定 那么当然中国的媒体 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民众包括国际社会 也都会非常的关注 这个案情下一步 就是在中国的部分 到底怎么走 我们知道呢 现在就是我们的前方记者啊 包括这个刚才黄总编 他也说了 就是当年呢 为了尽快的把这个莱昌星啊 引渡回国 也不是引渡 就是把他遣送回国吧 遣返回国 那么据说呢 是曾经向加拿大方面做过一些保证 比方说不会判处他的死刑 对吧 也不会虐待他 不会虐待他 会公平的审理 公平的对待他 那么所有的这些承诺 那么现在看来 如果是真实的话啊 那么就是说呢 是要尽早的把他给 遣送回来 然后呢 接受中国的审判 但是呢 我们又从另外一方面 又可以想到啊 那么实际上呢 作为这个远华 特大走私案的首犯 他该不该死 显然是该死 因为在他 就是他这个案子 被侦破之后 很多的参与犯罪的一些高官 都被判了死刑 或者是死缓 有的已经是执行了死刑 那么作为首犯 他显然是该杀的 但是能不能杀呢 看来现在又不能杀了 因为曾经有过承诺 而这个承诺更多的 它不是一个司法上的一个承诺 它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承诺 而且是由政府 做出的一个政治上的承诺 的确 于是后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案情的 复杂的一面 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 刑事的犯罪 它牵扯到了一些政治上的因素 那么这样的话呢 和中国的司法 有没有相搏的地方 和之前的 已经判处了死刑的 那些参与远哈特的走私案的 那些人在判决上 有没有一些相搏的地方 估计呢 法律界会探讨这个问题 我个人呢 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看法 就是如果说不判处 赖长新死刑的话 因为我们要遵守我们的诺言嘛 那么恐怕就会涉及到 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 那么被判刑的那些人 为什么就会判处死刑 或者是死缓呢 而作为主要的这个首犯 为什么就不能够判处死刑呢 当然有可能会判处他死缓 而不去执行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看来的话 就是他回国之后 一旦接受中国司法的诉讼 和这个起诉和这个审理的话 那么他将会面临很多的 一些非常复杂敏感的法律上的一些问题